哇塞 你不吃的 我爸辣 我弄个青的 他们两个 像个小孩呢 就是可以综合 他是大吃 什么吃 你是很多东西不吃 向左狠听妈妈的话 是个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妈宝男 于是在婆婆强势 丈夫妈宝的情况下 大家都认为 郭碧婷这么温柔的性格 在这桩婚事里 指定是待不长久 但向左的风评是不咋地 可向太宠儿媳 却是出了名的 在节目上 因为郭碧婷随口一句 想吃蛋饺 向太就亲自下厨 去做油炸蛋饺 饭桌上吃饭 大家都在聊天 郭碧婷筷子刚放下 向华翔就立刻关心 郭碧婷怎么不吃了 连向太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可见 公公婆婆 是有多看重这个儿媳 此前 向太就曾经在节目中 公开表示过 要给郭碧婷生下的孩子 准备成长基金 向华强也拿出协议表示 未来的遗产 都会留给孙子 怎么看这个决定 都还是令人觉得突兀 因为向太不是 直接给儿子向左 反倒是给到了孙子的身上